想活家爱妈Candy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不花钱可以有免费的这种土壤改良剂 像这样子疏松 然后可以保湿保温的这个优良的土壤呢 可以如何让它从平级的土壤变成优质的这种卧土 看看这从冬季种的这个鹿角A呢 现在下了雨上面都是雨水 然后播种的不管是豆子啊或是蔬菜苗啊 或是这些花草啊从冬天种的 或是最近种的这个圆粉豆啊 也开始开花了 然后我们的番茄呢 也是从这个堆肥土长出来的植株 竟然都已经开花结果了哦 现在来分享这个免费的好东西 是来自我们平日每一天呢就有的东西 这个呢比如说这样子的蔬菜啊 这是田螺曼 然后采摘下来的田螺曼啊 我们就可以把叶子扒下来吃 这个梗子呢就可以把它剪成小段哦 来做堆肥呢就有助于它比较快速去分解啊 这样子的方式呢也是我每一天必须做的 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在这个厨余桶里头 这个厨余桶里头呢包括各种蔬菜啊水果啊 不管是蛋壳渣咖啡渣 然后这个洗米水啊都是一个很棒呢 促进这个土壤可以放在土壤里可以快速分解的方式啊 你看看这个土壤我把它剥开给大家看 这个是我昨天塞进去 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里头你看包括这个绿色的这个是波士菊 也就是我在旁边也种了绿肥啊波士菊 在一面堆肥的同时呢 我把每天的这些这些厨余还有这些属于碳肥的枯枝 落叶啊干的树枝啊全部呢放进来 这个就是落叶哦 这个落叶呢可以到公园里去去拿哦 像这个是懒人懒人树的落叶哦 我觉得它非常的棒哦 因为我之前在生态农园住的时候 我用懒人树的落叶来做堆肥 种了香蕉非常的美妙 这个就是我的绿肥 我在这个堆肥盆里头呢 也也撒了这个种子啊 然后长出来的这个波士菊呢 也非常的美妙 那它的这些叶片啊或是梗子啊也可以拿来 到时候呢整个结束了就可以拿来堆肥 然后这些堆肥土里头还会放了一些 平常会吃的这些坚果类的壳哦 那就可以让这个土呢更加的疏松哦 然后它更有缝隙哦 所以堆肥是维持生态循环很好的一种方式哦 这些啊经过发酵就可以提供植物的这些氮磷甲肥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啊 也可以改良这个整个土壤的团力结构 让土壤充满了营养哦 以上啊就是主要改良土壤的这一些材料啊 全部都可以在你的家中啊 庭院中啊免费的获得 改良土壤的同时呢 也大大的降低种植的成本 是不是很棒啊 好啦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